进入中年之后,我的脱发情况非常严重 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和各种方法的尝试 我觉得我终于拯救了我的脱发 那么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样挽救我的头发的 大家好,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你们过得怎么样? 这个星期依然很忙,波斯顿这里还很冷 还在经常下大雪 现在向窗外看去还是白雪茫茫的一片 不过现在已经很明显感觉到春天快要来临了 非常兴奋 最近看到很多话题在讨论脱发的问题 那我觉得脱发的问题我很有发言权 所以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脱发和拯救脱发的一个经历 我天生就是一个头发很软,发量很少的人 35岁之后 我意识到我的脱发情况越来越严重 后来我的妹妹告诉我 经常可以看到我头顶的头皮露出 最开始我并没有太在意,因为我看不到 后来从相片中我看到我的发际线后移 甚至很多情况可以看到我的头皮 这才让我意识到问题很严重 大家看到这张相片是我在2017年拍的 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我的发际 我的中分线就是非常的突兀 这个并不是最糟糕的时候 实际之前就已经很糟糕 只是我从来没有太在意 或者并没有看得很清楚 所以没有很重视 但这张相片是我自己有看到 才意识到问题很严重 我尝试过各种方法 就像很多爱美的女性 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疯狂地尝试各种方法 那我也一样 我尝试过网上说的一些很奇怪的方法 但都没有什么效果 而且也坚持不下去 例如有人说用生姜啊 或者用一些就是说家庭的方法去治疗脱发 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就是说很方便 或者说是可以长期坚持的方法 而且效果是很难跟踪的 那我后来那我想就买一些产品试用一下 那我试用过一些产品 我找了一下 大家看到就是我在Amazon上买的 这个治疗发的一些产品 我有用过这个 大家有看到 第一个呢是我在15年的时候买的一个产品 叫Kirkland 他这个是 这个我是给我爸爸买 因为当时我爸爸跟我住在一起 那我又买这个 这是给男性用的 这个产品呢 就是说这Kirkland这个 这个品牌 我爸爸用效果非常好 因为当时我爸爸用的时候 我妈妈每天在用的同时 给我爸爸的头皮做按摩 就是说用了产品之后 然后同时再按摩一下 效果非常的好 那很快我就看到 我爸爸的头发有长出很 就是说这个很很小的一个baby hair 这样子 就是效果很好 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最开始在15年用的是 是潘庭的一个生发的产品 那我在用了潘庭之后 断断续续的 后来就没有用 在18年呢 我又买了一个叫 Aquit这个品牌的一个生发的产品 那就是说您看到 就是说今天我15年18年 因为他们的产品都是 就是说三个月的用量 这个就是我发现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第一呢 我心理上感觉呢 他们就是说涂在头上呢 让我的头皮很油腻 其实也没有了 我觉得这是我当时自己的心理感觉 就是我并没有天天用 就没有完全就是按照他的这个 instruction去用 然后就是不是非常的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有用潘庭的和用这个 Aquit这两个品牌 我并没有觉得他们没有用 只是呢 我没有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 我很好 我很想去就是说 当时的心态就是说 快速去把它 就把我头发 脱发这个病去治好 我当时认为是一种病 然后我的心理概念是 所有的病都可以治好的 所以那我用了几次之后 看到没什么效果 那我就不用了 这个这两盒 我实际都没有用完 我只是用了几次 感觉效果不好 就没有用了 后来他们就扔在家里的角落 现在好像也不知道 应该是已经被我扔掉了 就没有认真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具体这两个品牌的效果怎么样 我实际是没有发言权的 因为我没有认真的去用它 那后来我的脱发状况 就是越来越严重 那我实际是受不了了 所以呢 我觉得认真 得认真去对待这件事情 那后来我是在 2021年 很多年之后 2021年之后 那用这个牌子呢 叫 REGAN 这个牌子呢 在Amazon上是买的最好的 那因为我们家的熊博士 他是学生物的 那我有让他去做一些 这个research 那他也认为这是一个 就是说从成分 还有从他的这个研发的过程来看 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 他建议我试一下 所以呢 我从2021年的3月 开始用这个REGAN 而且是就是说 非常认真地在用这个牌子 那我是这个一次呢 他这一盒呢 是有两瓶 是三个月的用量 那从2021年的3月 到现在我一直在用 那确实也基本就是 三个月的用量是对的 就是说我现在已经用了4盒 那我马上需要就是说 去买第5盒 然后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这个REGAN 它最大好处呢 它就是 我感觉因为它 打出来的是泡沫 然后呢 并不是很 很油腻 它不会让你的头皮 或者你刚洗过的头 看上去很油腻 然后呢 所以呢 我一直在用 那我现在给大家 显示一下 我是怎么用的 嗯 就是说 我的用法呢 是每天早晨 起床之后 然后就用这个盖子 它这个瓶子的盖子 然后 用一小盖子 然后你如果觉得涂在手上 很麻烦的话 可以用一个小刷子 然后用这个小刷子 把这个泡沫呢 涂抹在头皮上 均匀的涂抹上 就像我的那个中分线 是很明显的 所以我在那里涂的比较多 然后呢 你可以就是说 按你的那个头皮 就是说 哪里这个 比较严重的地方 多涂一点 然后 多少呢 也可以按你自己的 这个感觉去用 但这就是我的用量 我就用一小盖子 每天早晨 涂在头皮上 均匀的头皮 涂在头皮上 我也有时候也会忘记 但基本天天都会用 因为我自己算 就是说 感觉我的头发 好像不像以前的 那么少了 比较用心在护理我的头发 所以 我是相对满意 这个结果的 那我想跟大家说的呢 就是说 中年脱发呢 就说这不是一个病 而是就是说 人体衰老的一个 趋势性的东西 所以呢 如果大家觉得是病的话 就一定抱着要治好的心态 急于求成的心态 那我觉得既然是一个 就是说 我们人生中不得不面对的 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可能需要就是说 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去对待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现在的心态呢 就是说 就像用这个 治疗头发的产品呢 就像化妆品一样 我天天会用 我也没觉得就是说 用几次就会把我脱发问题 完全治好 那我知道就是说 不用会更糟糕 那用了不一定能完全治好 但是可以防止它恶化 所以我已经就是说 有这个要一直用下去的心态 所以这是一个 要长期用的产品 如果您想找一个 就是说 解决方案 那我觉得就是说 彻底解决的话 那可能需要 移发 直发 那这个是 第一呢 就是说是比较贵 那第二呢 就是说 最终直发的结果 那我们也不知道 会不会就是 完全成功的 所以呢 我比较建议你 就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就是意识到 它是一个 要一直用的东西 然后呢 第二呢 就是说 我之前呢 是每天洗头发 因为我想很多 爱美的这个女孩子 都有这个经历 就是说 年轻的时候 总是喜欢 头发很飘逸 如果一天不洗 就觉得很油腻 所以每天都洗头发 那中年之后呢 我觉得可能 也是在这方面的 这个关注点 比较降低了 所以呢 我不再每天洗头发 我大概就是两天 或者三天 洗一次头发 那我觉得就是说 降低洗头发的频率 这个可能也有一些帮助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科学家 或者是美妆博主 我没有很多科学的数据 然后去解释这个问题 但我觉得就是总是用这个化学的产品 洗 洗头的产品去洗头发 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所以呢 降低洗头发的频率 也是我做的一件事情 我是在Amazon上 在美国Amazon上 买的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呢 它呢 说是四个月的使用量 但是以我个人的 使用经历来说呢 应该是大概三个月 它这样的一个盒子里面 有两瓶 这两瓶呢 大概可以用三个月 就是每天早晨用这个 小盖子一小盖子 可以用三个月 我买的时候呢 它的价格呢 是大概是在 47块钱到50块钱左右浮动 但是现在看上去 好像这个 它有断货的趋势 现在价格标的很高 或者是没有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暂时情况 因为现在这个 供应链的问题 很多东西都比较缺 所以这是正常的 它通常的价格呢 如果您可以找到的话 应该是在50块钱 美金左右的样子 就是比较通常的价格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要注意的时候 就是您买的时候 它有一个成分 那是一个 一个就叫 Vinoxidol这样的一个成分 那它有2%的 那还有5%的 所以我用的是5%的 那我想可能就是说 成分比较高的这个 这个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吧 所以如果您可以选择的话 可以直接试这个5%的这个 Vinoxidol这样的 这个 这个成分 它不会对你有任何 就是说刺激 或者是感觉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 如果可以买到5% 是最好的 那好吧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中年妇女 脱发的困扰 那我用这个产品 我是 就是说最终的结论 是比较满意的 所以如果您也有 脱发的困扰 那希望 这个可以帮助到您 那好吧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希望您喜欢我的视频 点赞和支持我 谢谢 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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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